台南在入夜之後 這個受到山陀和颱風的影響 這個風雨是有明顯的增加 雖然說現在雨是稍微停了一些些 但其實風其實是比雨還要來的大一點的 像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南的南門路上 而我旁邊的這一棵樹 就在剛剛因為風很大 可以看到上面現在目前已經有修剪過的痕跡了 因為剛剛風實在是太大了 導致說這個樹枝是有嚴重的傾斜 就在稍早警方在巡邏的時候 發現這個路樹有嚴重傾斜的情形 因此剛剛是趕緊以三角椎擺放在旁邊 並且把旁邊周遭的這些林平的轿車 通通是先把他們移到別的地方去 再通知這個相關單位 趕緊前來修剪這個樹枝 以避免說如果真的再晚一點點風雨再更大的話 這個會整個直接攔腰就折斷了 那麼這個山土耳颱風目前還是歸宿的在移動當中 氣象署這邊是預估說 明天清晨才會抵達在台灣的南部地區 但是因為結構非常的完整 所以還是要不排除要防這個制災性的強風 還有大雨發生的情形 那麼好險今天晚上台南這邊是放颱風架 明天一樣是放颱風架 那麼今天晚上因為風雨是有增強的情形 路上民眾可以發現是明顯變少的 也因此這個樹枝彎下來的時候 旁邊沒有人也才沒有砸到大家